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漫威史上那些宇宙级别的神明 观察者只能排在倒数第二里感先 第一名的实力则是绝对的无敌 先说最后一名,行星吞噬者 说起吞噬来,他还真是倒霉 明明自己的实力在一般神明之上 可每次都被编剧们拿来开涮 在漫画里总是充当炮灰角色 好像所有人都能将他轻松击败一样 虽然吞噬在漫画里的死亡次数也许都能排到前五了 但巅峰时期,他的实力也真的是不容小觑 在完全力量的状态下 行星吞噬者的能力是可以无限放大的 他可以一次吞下整个星球 身上穿着盔甲是用来管理控制其自身能量 这套盔甲源自未知宇宙的金属 如果没有盔甲的话 行星吞噬者体内巨大的能量会疯狂扩散 导致他成为一个行走的小型太阳 除此之外,行星吞噬者还拥有很强大的精神感应术 能读取所有生物的思维 而且他本身就拥有可以毁灭众多元宇宙的能力 在行星吞噬者的众多能力当中 宇宙能量是最为重要的一个 他可以将其附着在别人的身上 即使是被赋予了一点力量的吞行使者 能力都远超地球上的普通超级英雄 不管你之前有多么弱机 只要得到行星吞噬者的认可 就能立马获得宇宙能量 然后摇身一变成为宇宙级别的大佬 这些宇宙能量中包含着四种能力 第一是可以把宇宙能量转化成各种各样的属性 从而针对不同的敌人 做出不同的应对措施 第二是利用宇宙能量 来补充自己身体所需的物质 以达到永生 第三是身体被赋予了绝对防御的能力 简单来说就是刀枪不入 病毒 超高温 超低温 化学物品和辐射 全都拿它们没辙 最后是超高速移动 高到什么程度呢 吞行使者们的移动速度 是以光速的倍数来记录的 使者们的能力都这么变态了 所以巅峰时期的吞输有多强 你可想而知 下一个观察者 观察者号称是永远置身室外 不参与任何星球的任何纠纷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观察者不是一个个体 而是一个种族 宇宙形成后不久 它们便出现了 其科技水平领先了其他生命上一年 观察者和天神一样 几乎无所不知 观察着每个星球上所发生的事 前段时间漫威的假如动画上线 带我们以观察者的角度看了很多故事 当然不管是动画还是漫画 它们都做不到完全不掺和 以至于观察者常被观众们调侃成干涉者 它们都是纯能量体 也能达到永生 但并不是刀枪不入 安全无敌的 而且观察者在漫画里死的次数也不少 在流放者事件中 观察者这个种族 遭到了征服者康的大肆屠杀 它们的尸体被随意丢弃在一个角落中 在某个平行宇宙里 四手浩克也不费吹黑之力地 弄死了几名观察者 原罪大事件中 观察者甚至被尼克弗瑞一枪打包了脑袋 连眼睛都被挖掉了 所以观察者的能力更多的还是体现在智慧方面 而不是实战 那假如来举例吧 傲创杀光整个宇宙不够 还想朝着多元宇宙继续挑起战争 这个时候来自不同宇宙的英雄们聚集在一起对付他 而观察者就是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存在 是他给了英雄们聚集的机会 也是他猜到了佐拉会反水 所以特意在队伍中叫上了金钱豹 这样他们俩互相厮杀 观察者就能坐收羽翁之力 让金钱豹和佐拉被永远关在口袋宇宙中 而无处可去的黑琪琪则理所当然的成了看守者 这不起走的可谓是极其成功 下一个多玛姆 他是整个黑暗纬度的主宰者 也可以被称作黑暗之神 是奇异博士的死敌 多玛姆本来只是个巫师 但后来他进入了黑暗空间 在体验过黑暗带来的力量后 多玛姆彻底丢弃了自己的肉身 他可以自由使用黑暗空间的力量 也因此成为了主宰者 之后多玛姆还试图侵略其他维度 他的身体是可以随意变化的 多玛姆能控制世间所有的元素 拥有心灵感应 次元传送 跨维度传送的能力 自身是不老不死的 而且还能把死人复活 将现实扭曲 摧毁整个星系 制造一次元维度 随意操纵时间轴 支配多元宇宙 甚至能创造生命 和借用其他生命的力量 也就是说 只要多玛姆愿意 他甚至能借到奇异博士的力量 这家伙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因为总会有黑魔法巫师的存在 而多玛姆对他们来说 就像是信奉的神一样 只要还有黑魔法巫师 多玛姆就能永远存在于世 下一个凤凰之力 他是原始宇宙中 生命与心灵历练的化身 自万物诞生之初 便存在的超强之力 能感知到已经发生过 或者尚未发生的事情 是连接无限多元宇宙万物的精神 心灵的重要存在 什么心灵感应 意念传送 操纵时间 空间这些最基本的技能 都是不足一提的 凤凰之力的能量是无限大的 物质世界被他所掌控 小到生命个体 大到整个宇宙 都能创造出来 凤凰之力支配着 整个无限多元宇宙中的生命和感情 也能随意穿梭在各个时空 拥有凤凰之力的人 可以操纵时间线上的任何坐标 或者创造一条新的时间线 只要他愿意把某个维度 或者某个平行宇宙抹除掉 都不是问题 什么时间管理局 根本拿他没辙 除此之外 凤凰之力还能吸收转化 释放时间的所有能量 它可以毁灭或者重生一切 正是因为掌控着生命的情感 导致凤凰之力会激发出 拥有者的邪恶面 所以历代拥有凤凰之力的宿主 都过得很痛苦 继续往下看 创世神明 永恒的化身 死亡的化身 无限的化身和泯灭的化身 其实原本应该是五大创世神明的 行星吞噬者也是其中之一 但他实在是太拖后腿了 很明显跟人家不是一个等级的 所以这里就把他踢了出去 吞说是宇宙大爆炸的幸存者 而另外这四大创世神明 则是跟随宇宙大爆炸一起出现的 在漫威的设定中 宇宙大爆炸是一种循环 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发生一次 这四大创世神明 便代表了世间一切力量的化身 其中年纪最小的泯灭 却成为了最强大的创世神明 他是虚无这个概念的实体化化身 但在漫画中的出场次数并不多 关于泯灭的能力 我简单一说大家就懂了 只要他愿意 可以把三维宇宙变成四维 或者把二维宇宙变成十维 把八维变成六维 凤凰之力所能操控掌握的东西 泯灭基本上也都能肆意改造 而且英国定律对他而言是无效的 然后是死亡 他的化身通常是一位女性 是所有生命灵魂的操纵者 我们所知的死神 地狱魔王这种阴间反派 都是由死亡创造出来的 还有漫画中的灭霸 他之所以在所有平行宇宙中 都是个暴君 也就是因为被死亡女神盯上了 命中注定要摧毁生命 好让生与死大都平衡 接下来是永恒 每个多元宇宙中都有他的身份 永恒是时间之神 时间之神顾名思义就是掌控时间 永恒创造了千神族 而千神族又进一步创造了永恒族 这一点在电影永恒族里有过体现 永恒族的电影我之前也已经解说过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最后一个是无限 它代表着心生和希望 和死亡泯灭相对立 这次大创世之神的能量相生相克 才使得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运作 接下来是排行第四的大佬 戴着无限手套的灭霸 有了无限手套的紫属精 到底有多强呢 不只是一个想指消灭一半生命那么简单 在漫画无限手套中 灭霸都不用亲自出击 这个时期的它战无不胜 只要一生气 它的怒火就会伴随着无限手套的力量向外扩散 整个宇宙都会为之颤动 附近的一些小行星 甚至直接就被震得四分五裂了 连地球的运动轨迹都被改变了 险些进入冰河世纪 不仅如此 灭霸还凭空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女朋友出来 后来灭霸更是团灭了几乎所有的超级英雄 什么复联 超新星 金刚狼 雷射眼 飞红女巫 女浩客 海王 燕黄等等等等 在戴着无限手套的灭霸前 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而且死法千奇百怪 有被变成小方块的 有被变成玻璃打得稀巴烂的 还有被变成海绵的 或者是被自己的能力烧死的 更有甚者直接被打得灰飞烟灭 连骨头渣都没剩下 就连前面提起过的五大创世神明和观察者 都不是他的对手 灭霸将宇宙众神关押了起来 让他们无路可逃 成为了整个现实的化身 甚至脱离了自己的肉体 要不是后来 星云抢走了灭霸肉体上的无限手套 趁机将它流放 灭霸能一直统治着整个世界 然后是第三名 生命法庭 他是一个全能法官 可以审判裁决宇宙中的一切存在 因此生命法庭可以同时存在于 所有的多元宇宙里 也可以任意将它们封锁起来 连五大创世神明 都要服从于生命法庭的权威 不仅如此 他甚至能跨作品对人进行审判 偶尔到隔壁DC家串个门傻的 也是可以的 不过生命法庭的审判 并不是死板和一成不变的 而且他也不是什么事情都管 还是无限手套这部漫画 当时宇宙神明们 向生命法庭告发了灭霸的恶行 但他觉得 这只是优胜劣汰的法则而已 所以并没有插手这件事 由此可见 在生命法庭眼中 没有绝对的正义 也正因如此 导致他在漫画中 看起来总是时好时坏的 尽管生命法庭如此强大 但还是逃不过 被编剧们拿来开涮的命运 毕竟小事死吞书 大事死永恒 翻天死生命法庭 这基本上已经成了 漫威漫画的一个套路了 想想生命法庭的死亡次数 其实也不少 在灭霸的某本个人看中 他拿到了宇宙之心 生命法庭对此毫无招架之力 连同五大创世神明一起 惨遭杀害 在新复仇者里 他还被超越神族杀过 之后在另一部漫画中 混沌之主和秩序之主 因为对生命法庭做出的判决 感到不满意 于是联手打包了他的脑袋 随着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 到现在 生命法庭已经跟行星吞噬者一样 成了描述战斗力的单位名词了 所以生命法庭的定位 其实是有点微妙的 如果某个人的实力 达不到威胁全能宇宙 那生命法庭一般是不会管他的 但如果对方能威胁到全能宇宙了 他又打不过 有点欺软怕硬那味 第二名超越者 超越者就是超越领域的化身 是超越漫威宇宙的存在 几乎无所不能 再来到漫威宇宙的时候 超越者一次次削弱了自己的能力 要不然剧情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而且就算是故意削弱了自己 也还是把大家折腾的够呛 超越者随手一挥 就能让整个宇宙灰飞烟灭 他曾经用爆炸的行星碎片 批奏出了一个叫做斗戒的星球 并把所有的超级英雄和超级反派都聚集在这里 让他们互相厮杀 看看谁是最后的赢家 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之后 超越者又将一切复原 后来他去了宇宙天神的总部 把那里搞得极犬不宁 一个人追着一群宇宙神明党 生命法庭面对这种情况 毫无抵抗能力 超越者有一句台词是这样的 我说什么 世界就是什么 他可以在漫威宇宙随心所欲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比如一时兴起把死亡给堵死了 导致漫威宇宙中的世间万物永远死不掉 大名鼎鼎的分子人连朵花都掐不死 后来超越者得知 这样会让生物从此以后没有食物吃 于是他知错就改 随手一挥 重新把死亡复活了过来 有时候觉得无聊了 就一言不合毁个星球玩玩 宇宙中的生物每天都过得体心吊胆的 只不定哪天就被超越者弄死了 可以这么说 每次超越者看似被击败 但实际上都是他自己不想玩了 所以顺台积而下选择了离开 第一名OAA 准确来说是OAA OAA的名称全评是One Above All 就是所有的一切无所不能的意思 这个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生命法庭是编剧的话 那OAA就是他最大的投资商兼出版社社长 而超越者则是从另一个出版社跑过来 当副社长体验生活的 是OAA创造并赋予了生命法庭的能力 OAA是整个漫威宇宙中最无敌的存在 是完完全全的造物主 任何人任何角色都无法凌驾在他之上 准确来说 OAA是一个没有固定形象的角色 就是想做什么都行 而且没人能阻止 但漫画中关于这位大神的阐述是少之又少 基本上都是靠其他角色的描述来凸显OAA的强大 有时候他也会找代理人 借助对方的神区来对宇宙中的某些误差进行修复 之前神奇四侠5117里的石头人死了 剩下的三人使用各种手段想将他复活 在经过一段穿越之旅后 他们打开了一扇门 里面坐着的一个老者就是OAA 而他的形象则是漫威的著名编剧杰克·科比 他和斯坦里老爷子联手创作了神奇四侠 钢铁侠 蜘蛛侠 雷神 绿巨人 美国队长等漫画 当然可以被称作one above all 所以OAA其实就是编剧或者出版商投资大佬在漫画中披着的马甲而已 那怪不得强无敌了 神奇四侠来到这儿后 杰克拿出画笔笔划了几下 石头人就复活了 这就是造物主的力量 世界存在与毁灭只在OAA的一面之间 好了 以上这些就是本期的内容了 这个排行榜是我个人所认为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见解或者想法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